每天叫醒我的不是梦想是迟到就会透心水的闹钟 我的尊严不容你侵犯老板用钱砸我脸除外 你的心酸美图秀秀董故宫连名古人贴图包让你发美图大声呛 吃香蕉不吐香蕉皮 台湾价值是奸情 安安各位白痴纳税人你们端无好老额觉得这都快变纳税人日报了 首先欢迎民进党至海将军下集间 下集除了摩铁托吃高空弹跳智掌落水外 又在节目上开发一个新技能啦 那就是中犬互主 在清德近期说香蕉可以带皮水煮被大家误会看成连皮吃 结果中犬阿肩跳出来废了 原厂已经提出可以连皮一起吃的这个方式 特别解决嘛 果肉果皮一起吃 你认为香蕉还有问题吗 煮汤啦阿德就没有说要吃皮啦 他的意思是连皮一起煮之后不要吃皮 赖清德没有说要吃皮啊你不要冲动啊啊啊啊 煮香蕉皮煮过以后像剥皮辣椒 在非洲可能有人这样做真的把香蕉拿去煮了可能有 这台湾价值已经突破天际了干 猴子都知道不要吃皮 结果是煎香蕉还连皮吃问是煎情为何物他就告诉你他很丰富 我过去就是感情太丰富了 厉害了我的煎快爆刚剪完 阿煎马上被开到跟肉肉女躲身山车会带了一个小时不下车 肯定是香蕉皮太难剥 王毅元由此雅致欢迎全国人民寄香蕉皮到台北市中山区长春路107号王世间收月薪19万请你来吃香蕉皮 干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 了